剛從台灣來美國的時候 當然就是很緊張 那當你看到不同國家的人 不同背景的時候 總是會有點緊張 想說會不會說什麼話 會冒犯到他們或什麼 我是楊佳玟 Christy Yang 然後我來自台灣 我是一個商業顧問 同時今天我是一個攝影師 我從2013年開始拍照 現在專業上拍起來 也是已經有四五年了 我拍過白人 亞洲人 非洲人 拉丁裔的人 中東人 各式各樣的人 其實很多時候 真的覺得就像個地球村 當我們在自己國家的時候 難免就是會比較安穩 我們是跟我們同樣的膚色 同樣的家庭背景 一樣生出來的人 我覺得因為美國本身 是一個大熔爐 所以它給了我們一個機會 去接觸到不一樣的人 所以我們更應該敞開心胸 去了解他們 所以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的攝影 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不只是在照一個人 我在了解一個人 我在試著跟一個人溝通 我有一幅照片 叫Conversation 最近被選中 在DC參展 我覺得我的那一幅照片 其實想要表達的概念是 溝通有不同的方式 然後很多時候 當我去我的展覽的時候 然後我站在我的照片前面 然後他們說 這是你的照片嗎 然後他們就說 我知道你的名字很久 我follow你的照片很久了 然後當他們發現 我其實是來自台灣 我八九年前才來到美國 然後他們都很有興趣去了解說 我到底是做什麼樣的事情 我的想法是什麼 然後在藉由攝影 我認識的 也是各種不同背景的人 那我覺得 很多時候真的就覺得 藝術是五國界 我知道在現在這個時候 有很多的紛爭 然後有很多的爭執 國際上或者是種族上 但是我覺得 很多時候 大家放大了負面的訊息 但是忘記其實去 一直去傳達正面的訊息 反而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這就是我覺得 我的使命 我的任務 就是要讓大家了解說 去傳達愛 去傳達正面的能量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當你笑的時候 大家會跟著你一起笑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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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